你看到現在真的是風雨蠻大的 而且這個淡水河也漸漸接近了滿潮的狀態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其實我們鏡頭往後來帶 還有人本來一大早是來到這邊運動 結果是遇到了大雨 他們還說其實在四點多的時候 真的是雨風雨也很大 是到清晨才稍微停一下 結果現在又降下大雨趕緊躲雨 剛四點多的時候很大 現在很大 剛五點才停 然後現在又開始下 另外可以看到現在淡水老街這邊 除了剛剛講到有民眾來運動之外 還有像這樣子的保全站 也是做好了防台措施 風寒是先貼上了膠帶希望可以來防風 另外旁邊也綁上了繩索 並且是跟旁邊的高寒墊桿或者是樹木給綁在一起 就是擔心說這個小小的保全站是會不耐風雨的侵襲 雖然煙花颱風現在是逐步的逼近台灣雖然是有一點點偏北 但是對台灣的這個雨勢影響還是蠻大的 所以要提醒說會霞帶這個總雨量也很驚人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別小心注意 好當然防台警戒要做 不過另外台北市說好的精準疫調 現在怎麼又出包了時間還差一天 衛生局公布確診者足跡 確診者14號下午有去士林電子煙的專賣店買東西 但昨天晚上北市府現在緊急更正 說他是13號去的 因為第一時間是按照個案字數來公布 那後來釣食連制才發現疫調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也讓外界指一說不是說了精準疫調 不是應該調查好了再公布嗎 不過昨天讓大家更擔心的是一口氣公布了4名確診 其中一個人還是東湖市場的攤商 確診之後的13天還來擺攤 攤販和店面前拉起黃色封鎖線緊急進行清銷 台北市府證實東湖市場豬肉攤販20日確診 出現確診者的攤位周邊是緊急進行九宮格式封攤 其中包括兩個攤位和4個店面 從21日開始停業3天 台北市港湖地區 許多婆媽都會來東湖市場買菜出現確診 附近店家難免怕怕的 案15570豬肉攤商足跡單純 活動範圍局限在東湖市場 雖然密集接觸消費者 但病毒傳染力不高 案1537是旅館防疫人員搭乘捷運 往來台北車站和西門站 接觸者29人都已經完成篩檢 案15547是饅頭店老闆屬於家戶感染 除了有到濱江市場採購 其餘時間都在店鋪裡 而比較需要注意的是案15548 足跡片級天母古道 電子煙專賣電和藥局CT值17 傳染力較高 他的行蹤其實比較單純 他都去天母古道這邊登山 那但是他有做這樣的一個兩個活動 因為他的CT值只有17 也請大家注意 台北市府一次公布四起案例活動足跡 雖然騙擊三個市場兩大商圈和捷運站 但感染源都有掌握 除了環境完成清銷 接觸者也一一匡列 台北市府努力防堵 不讓疫情再擴散 三天新聞終於隆裝之後 台北報導 平衡 極端 車 通常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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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